112年7到8月市售蔬果農藥殘留 有80件不符合规定 由地方政府与农政单位持续处办 我们在第一时间接收到相关的检验报告之后 就已经把相关的产品金下架 那之前的话其实厂商都有如期提供相关的一些相关数据 但我们未来这部分会特别再去加强自我检测的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